兄弟二字一出,情深义重 我们说好兄弟,即使不是兄弟,我们也叫兄弟 那是要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不能随便的称兄道弟 他是介于朋友之上的 他是有亲叔有别的,有血脉关系的 你说不对啊,我不爱啊,我众生爱啊 法不则情呢,大义灭亲呢,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而且你即使要做某些事,你要到那个位置 他是万般不得已一直下去,好似忠孝不能两全的样子 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 只是想一想,涂个嘴块 中国一般我们都讲这个儒家长期传统 讲先自内,然后自外 修身其家,之国平天下,堆积其人 所以说,这个兄弟,情分是很深的 是应该很深的,才会,才有机会做兄弟 是你有这个共业 没有共同的基因血脉,现在讲 可能甚至想法有些是相同 当然也有想反的,就是所谓孽怨 但是,融在一起,你就要像个样子 让你们去,所谓道德绑架 这个兄弟,要有兄弟的样子 什么样子呢? 兄友,弟公 我们讲的这个五轮呢 就是说,君臣,这个什么,夫妇,兄弟,朋友 兄友,弟公 就是说,哥哥要有爱 弟弟呢,要恭敬 什么区别 因为你这个弟弟比较小 他刚来到这个家就像一个父母 你要先爱护他 陪伴他成长 带他玩耍 交给他一些东西 然后他以后才会笑啊 他小孩子不懂事嘛 所以,这个弟弟呢,就要学哥哥 而且,像他的样子 将来,哥哥也有老去的一天 当然,首先可能是父母 之后呢,就长兄为父 你这个哥哥一觉是一辈子的事 不是开玩笑 所以,到外面 这个朋友,特别好的 要八百之交 尤其过去 尤其过去 一节 金兰 当然,包括女性啊 我们说这个男的时候 阴的,都就引掉了 说阳的 其实好的姐妹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甚至煞雪为盟 这个,真的就是了不得 然后,我们把这个五轮实教说一下 大家可能很多都不知道 就是展开了 后来这个孔子之后 孟子亚圣把这些都展开 军会成忠 就是君王要普会成子 要向上尽忠 然后,父子子孝 这都理解 当然,这个词我们要讲的是言 母相对更词一点 那才对 然后,夫意夫顺 作为这个丈夫 往往她是讲究一个责任感 这个女子呢,她要柔顺 这样才能衬托丈夫的阳刚 然后,就是胸有敌风 朋友有信 所以,下节课 我们就讲这个朋友 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不一样 就是这个有信二字 何其重要